立即开书 今天您来书馆啊 您早来 您来着了 为什么呀 今天啊 注定就是个热闹的回幕 康熙皇帝御驾亲征 亲脚准改尔是势必就要剿灭嘎尔丹 康熙皇帝率领着中路军在克鲁伦河 与嘎尔丹的军队可就撞到了一起 这嘎尔丹一看呢 正面迎击康熙皇帝的大军肯定是不轻 于是颠了 因为中路大军的粮草迟迟未到 所以康熙皇帝也并不能啊 把所有的部队压上去追击 当即火线任命领事卫大臣马斯卡 为亲命平北大将军率领两千精兵 带领二十天的口粮 捋着这嘎尔丹逃跑的马蹄叶给我追 咱们这多提一句 这马斯卡呀是个幸运的主 领事卫大臣虽然官居显赫 但是这不代表战功 平北大将军可就不一样了 那是前线横刀立马指挥战斗的一封统帅 首先说在这官职上这便宜啊 算是减着了 咱还不说这些 就说这次啊 他带了两千人去追击嘎尔丹 要按形式上看呢 这就完全是送死 因为这嘎尔丹军中啊 能打能战的将士啊 现在最起码还剩一万多 即便你这两千人呢 追上了嘎尔丹 到时候录死谁手啊 那还得另说着 您往后听 这马斯卡呀 不但没有损兵折将 到最后还立了赫赫的战功 减了几个大便宜 咱们先放弃这个平北大将军 马斯卡不说 咱们说说那个呀 并不慌乱的逃亡者 也就是凯尔丹 为什么说逃亡了 他也不慌乱呢 实际上啊 这是赫尔丹早就定好了的 对付清朝大军的计策 这赫尔丹早就设计好了 战争的方案 哎 你要是来的人多呀 我就跑 你要是来的人少呢 我就打 人多的时候 我跑 我也不是真跑 跑到山里 借助有力的地形 优良的马蹄 和对地势的熟悉 哎 我超冷的呀 我就打你一下 弄得你这远道之师啊 疲累不堪 到时候啊 你粮草阶级不上 你自然就滚蛋了 也许我翻回手来啊 把你全歼 那也是保不齐的事 所以这赫尔丹领着 三千精锐之师啊 先跑到前边 照不多山区里边 去侦查地形 剩下的大概七八千的 蒙古骑兵啊 留在这个部众当中 保护自己的老弱部族成员 是缓慢撤离 您瞧了吗 人家虽然是逃了 但是按部就班 非常之有章法 赫尔丹带领着三千部众 来到了科姆多地区 一下子 可就和大清朝的西路军 也就是费扬谷 带领着这支部队啊 撞上了 双方的赤猴 也就是侦查兵啊 早早的就照了面 都侦查出 对方有一支武装 在向自己靠近 这赫尔丹呢 倒是有些慌了 怎么呢 他没料到啊 大清国还有一支西路军 其实他没料到的事多了 他还不知道啊 有一支东路军 也是啊 颠颠颠颠 从圣经跑来打他的 要不是因为翻雪山损失过重 这康熙皇帝 让他们先回去 找水草丰美之地 调养生息 哎 这会儿啊 打他的人呢 还多着呢 那没办法呀 既然两军撞上了 这会儿再哭天抢地的 骂贤界 肯定是不灵了 准备战斗 才是真格的 于是啊 准盖尔的三千骑兵啊 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那清军的肺羊骨西路军这边又是如何情况呢 哎 这会儿的清军呢 士气正高 有人说说说的 你这前后可就毛了顿了 你前一集还说呢 这清军呢 这西路军一路上可是受了老罪了 又是饿 又是动 严重的简缘 不说呀 翻过了杭爱山一看啊 还傻了眼了 大片的草场啊 被这赶尔丹一把火给烧了 要的就是让你这清军的麻痹 没有牧草可以放牧 哎呀 这会儿的清军西路军呢 惨了 一路行来 那是几百里地的过了火的草场 虽然火已经熄灭了 可是脚下呀 是一两尺的草木灰 有人说你这 哪有那么厚的草木灰呀 我们都去过这草原上旅行啊 那牧草长的并不是很高 哎 您说的是这会儿 几百年来呀 这环境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当年可不一样 您忘了有那么一句诗吗 风吹草地才能陷牛羊呢 所以这清军将士 踏着一两尺厚的草木灰呀 哎 这一点都不新鲜 风一吹 雪一打呀 这帮清军将士啊 哎 算是好看了 个顶个的跟黑小鬼似的 这些草木灰 被北风卷到了天空 真好似一片乌云压界 到了这会儿 这三军将士的心情 那是非常的压抑 哎 到了五月十三日 眼看着大军呢 就要出了这片过火的草地了 这前边的侦察兵啊 来报告给大将军飞扬谷 说见到了杭尔丹的先头部队 就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风向转了 这裂风暴雪的天气过去了 再吹来的风啊 东南风 和风徐徐还略带微雨 之后不久啊 这天空慢慢的可以就放晴了 在这黑云之上啊 突然就出现了一片白云 与这黑云滚动啊 有如两条蛟龙一般 而且这白云压黑云 气势越来越胜 有若禽拿壮 这清军将士由上至下 认为这是急诏 所以军心大振 哎 您瞧 这就叫老天爷帮忙 这可不是我瞎编史料上明明白白的 就是这么写的 那这两方军队既然照了那儿了 现在啊 准备的就是一场决战 那该干嘛了 两边人呢 立刻都派出探马去侦查地形 先得了解自己所在战场的地形地利 不是啊 就在双方啊 都在侦查地形整顿军备的时候 两边的后援部队也都集结上来了 大清的西路军和这卡尔丹的所有部众 都聚集到了昭穆多这一小片山区 那咱们说了半天昭穆多昭穆多 这昭穆多他到底在哪啊 这昭穆多呀现在呀可不是咱们国家 现在呀属于是蒙古国 在哪呢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东三十公里处 经过这个苏联专家的一顿角 咱们再翻译这个地区也不翻译为昭穆多了 咱们现在呀是从这个俄文地图翻译过来的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翻译成宗莫德 现在呢他是这个蒙古国的一个国家公园 叫特勒吉国家公园 距这个首都乌兰巴托呀 大概是三到五个小时的车程 经过侦查之后啊 这费阳谷发现这个地区说是山区 实际上就是丘陵 最显著的高山呢 也就是一座马鞍形的小山 费阳谷这会儿得到的军报啊 是康熙皇帝的中路军 这中路大军已然在克鲁伦河边上啊 和这嘎尔丹的军队见过一仗了 即便再不计 让嘎尔丹跑了 跑到这儿了 那也得呀 歼灭了嘎尔丹大部的人马了 算来嘎尔丹那一万多兵 再去了一半多 那现在也就是四五千的事 于是这费阳谷心生一计 他想啊 把这嘎尔丹的所有部众 都赶到这个小山上 然后我呈何为之士 把山一包围 不让你下来 我也不用攻山了 我就坐等啊 我们东西中路三路大军 到这儿把你一合围 到时候饿死你个兔子的算 可是他就真没想到 这嘎尔丹在这克鲁伦河畔呢 哎 是一兵一将都未损失 他直接就颠了 那算起来呢 现在西路军能到达战场呢 和这嘎尔丹的军队啊 应该是以持平的人数 除此之外 这嘎尔丹 还有一万左右的老幼妇孺 哎 那是他的部众 也在随后跟随着他的大军 这费阳姑把自个的祭祀呀 和这个仲将官一说 别的人呢 都没知识 军队里就是这样 官大一击压死人 你主帅既然出了主意了 我们听你将领行事也就完了 哎 谁都不言语 有一个人 可就不乐意了 谁呀 宁夏总兵就叫做樱化情 提起这樱化情啊 咱们得多聊两句 哎 这殷将军他姓王 也是说这不混了蛋了吗 殷将军呢 还是王将军呢 要说起这樱化情啊 西安府咸阳县近里村人 这村现在还有 您可以扫听去 那他为什么又姓殷又姓王呢 就因为幼年之时啊 哎 这个樱化情呢 过继给王姓家中 一直被这个王姓人家 抚育成人 并且这王界家到小康 让这个樱化情 习得是一身武艺 到后来先中武举 再中进士 哎 当然是武进士了 在这平定三藩之乱 讨伐嘎尔丹的大战当中 是屡立战功 最后啊 官职一职 做到福建总兵 就说康熙35年 这次讨伐嘎尔丹的战役吧 康熙皇帝 自己都说这樱化情啊 鞠躬第一 不但赫赫战功 誓言大将 而且誓言儒将 您现在到西安 您去参观碑林 其中有一桶碑 王羲之 蓝亭旭 就是这樱化情啊 手书书单 仿写蓝亭旭 后来看科的 这将军 虽姓阴 不忘王室 抚养之恩 到现在 您上他们村 打听去 还流传着一句话 叫阴将军 哎 他姓王 这是一个小故事啊 算是我这 说书人白送您的 咱们接着聊 打仗的事 这樱化情 听完大帅费阳谷的军事部署之后插手十里向上言道啊 说大帅从来用兵高处不易让敌啊 对呀 那上打下呀 他不费辣 您别以为啊 您把这 嘎尔丹围在山上了 嘎尔丹所率领的是什么人呢 蒙古骑兵 如果顺身是冲杀下来 咱们等不住 那到时候还是干瞪着眼 看嘎尔丹逃跑 这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费阳谷孙斯克一听啊 是这么个理儿 于是救命这樱化行带领着三千精壮士兵 赶紧拿下这个山头 等到这清军爬到山头 往对面一看呢 了不得了 感性这准嘎尔人呢 从背面也往上爬呢 正爬到啊 这山间的四分之三处 这樱化行一看呢 那还等什么呀 架起了鸟冲 弗龙机劈山炮 对着山下咱们开火吧 咱们掉过头来再说 赶尔丹 这赶尔丹呢 也看中了这座山 正如樱化行所说 这赶尔丹觉得 如果拿下这个山头 对我军是相当的有利 那事情就是这么巧 老天爷要亡谁呀 那就是一个前赶后挫的事 这赶尔丹 若是先攻上这座小山 那战场局势就会改变 优势就会倾倒向准赶尔一方 还真像樱化行所预料的 那就保不齐 这赶尔丹借助山势啊 就会击溃清军 那如果这清军攻上山头之前 这赶尔丹还没有攻山 他一看呢 清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势 那他肯定是掉头又跑了 因为赶尔丹在这次战役当中 从没想过要和清军打正面的攻坚战 人少 消耗不起 现在的局势就是啊 清军已经攻上了山头 这赶尔丹的部队呢 在半山要多一半处 进退两难是不得不打 有人说哪有什么不得不打的仗啊 哎 不行你就跑呗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咱们一会再说 那打吧 这清军往下呀 辅攻 赶尔丹的部队向上仰攻 这会儿啊 什么快马弯刀啊 放放放 全靠的就是鸟枪火冲 大炮和弓箭 那大战开始呢 就是昏天黑地呀 从这个中午的十二点左右 那是一直打到入夜呀 清军有名言人一看呢 在这赶尔丹军中还有一员女将 深胚同海立马军前指挥战斗 书中代言这不是别人 这就是阿努可顿 赶尔丹的妻子 打到最后 这清军有些支持不住了 费阳谷下令是支起巨马 有人说呀 这个费阳谷支起巨马 是为了阻挡赶尔丹军队的冲锋 实际上哪是啊 费阳谷啊 是告诉自己的八级兵 哎 你们现在啊 没有退路 只有冲锋 回撤者也就是一个死字 这赶尔丹一方一看呢 既然已经将着到这了 那还不如就跟你这个清军拼了 据圣武记记载 贼冲师冲敖斗 智目不退 人人如怒虎 临目接针 只打到傍晚时分 说现在话吧 六七点钟 哎 这双方的炮火才削弱了一些 费阳谷万万也没想到 这准尘尔士兵如此的勇猛 自己占据着有力地势啊 还跟他打了个平手 到了明日 或者是今天夜里 这准尘尔人要是再次冲锋啊 还真不好办 正在这大帅呀 急得在大帐里挠脑子的时候 外边进来一个人 谁呀 先封关老将阴火星 这阴火星建了大帅之后 插手实力 说大帅呀 末将有一计 可全监嘎尔丹之敌 这阴将军王化刑 不限此计还杂罢了 限得此计 这嘎尔丹才要赔了夫人兵败 招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